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目前,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剩半个月的时间 所有喜爱乒乓球的球迷想都在期盼着 国拼主力球员在巴黎奥运会中的精彩表现 巴黎奥运会的赛程安排 7月30日将诞生乒乓球项目首枚金牌、混双金牌 8月3日诞生女单冠军 8月4日诞生男单冠军 8月9日诞生男团冠军 8月10日诞生女团冠军 国拼队伍的目标毫无疑问 就是力争将全部的五枚金牌收入囊中 不过在国拼队伍封闭集训期间 刘国梁就说出了大实话 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夺得全部的五枚金牌 刘国梁的话语透露出 当下国拼队伍确实面临着一定挑战 全主力出征巴黎奥运会 但同样会受到对手的巨大冲击 下面就盘点单打赛场上 国拼在巴黎奥运会上的五大竞敌 看一看都有谁 第五名 艾利克斯·勒布伦·艾利克斯 勒布伦是勒布伦兄弟中的哥哥 南丹最新世界排名第17位 虽然没有弟弟费利克斯·勒布伦高 但二人的内战中 艾利克斯·勒布伦总能够拿捏弟弟费利克斯·勒布伦 近期艾利克斯·勒布伦的状态非常不错 5月末进行的太远常规挑战赛夺得南丹亚军 6月上旬进行的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夺得南丹冠军 紧接着6月中旬结束的卢布尔亚纳球星挑战赛夺得南丹亚军 正是此段时间的优异表现 让艾利克斯·勒布伦在最后时刻压制了法国男队名将西蒙高茨 获得了巴黎奥运会南丹名额 艾利克斯·勒布伦作为东道主选手 势必会给国兵球员制造很大的威胁 重要的是 艾利克斯·勒布伦有过战胜樊振东的经历 所以这名球员值得国兵教练组重视 第四位费利克斯·勒布伦要知道 目前17岁的费利克斯·勒布伦 世界排名高居南丹第五位 是南丹排名最高的非国兵球员 很有希望能够站上巴黎奥运会南丹的领奖台 勒布伦兄弟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打球忙忙叨叨 不按套路出牌 如果进入他们的比赛节奏 就很难能够战胜他们 而自从进入到2024年 费利克斯·勒布伦的外战稳定性 要比其哥哥艾利克斯·勒布伦进步很多 打球不再一味地追求速度 有了一定控制局面的技巧 而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 其实国兵球员不怕费利克斯·勒布伦的快节奏 就怕他会控制比赛节奏 这是近段时间费利克斯·勒布伦进步非常大的地方 与其哥哥哥费利克斯·勒布伦一样 作为东道主选手 一定会给国兵球员制造很大的麻烦 第三位 早田希娜作为进入国兵五大竞敌榜单 唯一一位女选手 早田希娜无疑是最有希望站上巴黎奥运会女单领奖台的外协会球员 在巴黎奥运周期之内 早田希娜一军突起 曾在德班士兵赛和杭州亚运会两次重要大赛中 战胜了国兵主力球员王毅迪 这也是王毅迪仅以国兵女队替补球员身份 出征巴黎奥运的重要原因 早田希娜虽然从来没有赢过孙颖莎 但是在今年二月份的釜山团体士兵赛中 战胜过国兵球员陈梦 这势必会提升早田希娜的信心 让其在巴黎奥运会上如果面对陈梦的时候 至少在心理层面不会落入下风 第二位于果在今年的2月14日情人节当天 巴西球员于果官宣了与巴西女队球员高桥布鲁纳恋爱的消息 而处于恋爱期的于果 为其带来了更大力量 至此在比赛中的竞技状态更加出色 今年3月末进行的人川冠军赛男单半决赛 于果4比2战胜了樊振东 6月初进行的重庆冠军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3比2击败了国兵男队另外一位主力球员梁静坤 而在6月中旬结束的卢布尔亚纳球星挑战赛男单决赛 于果4比0横扫近段时间同样表现出色的费利克斯勒布伦 夺得男单冠军 综上来看 巴西球员于果近期的状态非常火爆 一定要引起国兵队伍的高度重视 第一位张本志和要说张本志和在过去一年的整体表现 并不算太出色 男单世界排名一度跌出了前十位 不过在刚刚结束的WTT曼谷球星挑战赛中 张本志和凭借一己之力 帮助日本乒乓球队在男团和混双两个项目上 都有希望站上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 首先在男单项目上 张本志和在半决赛3比1战胜台北名将林云如 直接让日本男团在巴黎奥运会成为了四号种子 这对日本男队来说太重要了 要知道今年2月份进行的釜山团体视频赛中 当时日本男团没有成为前四号种子 至此日本男团在四分之一决赛就遇到了中国队 结果连领奖台都没有站上 回到刚刚结束的曼谷球星挑战赛 在男单决赛中 张本志和四岗林横扫了国平主力球员林高远 虽然林高远没有入选国平巴黎奥运阵容 但张本志和能够在半决赛击败林云如 决赛横扫林高远 足以证明目前张本志和的状态非常好 除此之外 张本志和早田希娜在混双项目上夺得了冠军 也让他们成为了巴黎奥运会混双项目的二号种子 这样是可以在巴黎奥运会的混双决赛之前 避开头号种子国平组和王储钦孙颖沙的 综上来看 张本志和在曼谷球星挑战赛的优异表现 对日本队来说确实是太重要了 而这或许能够大大提升张本志和的信心 在巴黎奥运会中 给国平队伍制造更大的麻烦 展望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五个单项 混双每个协会极有一个名额 国平混双王牌组合王储钦 孙颖沙虽然具备很强实力 但奥运会是不允许犯错的 所以沙头组合承担很大压力 单打项目中 国平男单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比女单大的 而在团体项目上 国平的整体优势还算明显 但也不能轻敌 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日进行 而乒乓球比赛也将会在第二天进行 乒乓球赛程包括五个单项 分别是混双比赛 男女团体比赛和男女单打比赛 这五个单项 从混双开始到团体比赛结束 将会经历15天的时间 巴黎奥运会 乒乓球总赛程 7月27日 21点到5点 混双1分之1决赛 单打预赛 男女单打第一轮 7月28日 16点到5点 混双1分之1决赛 男女单打第一轮 7月29日 16点到5点 混双半决赛 男女单打第二轮 7月30日 16点到22点 混双同台战 混双决赛 男女单打第二轮 7月31日 16点到5点 男女单打第二轮 第三轮 8月1日 16点到4点 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 8月2日 16点到21点30分 男女单打半决赛 8月3日 19点30分到22点 女单同台赛 女单决赛 8月4日 19点30分到22点 男单同台赛 男单决赛 8月5日 16点到5点 男女团体 八分之一决赛 8月6日 16点到五点 男女团体 四分之一决赛 8月7日 16点到五点 男女团 四分之一决赛 男女团半决赛 8月8日 16点到5点 男女团半决赛 8月9日 16点到0点30分 男团同台赛 男团决赛 8月10日 16点到0点30分 与团同排赛 与团决赛